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亞 我們現在打一下四瘋王的再二級 那這邊建成的話 幫大家想了一個安妮亞隊員全免費的配置啊 不過他的火鼠的話 他是用那個 這一隻安妮亞 也可以 那我稍微講一下兩隻的差別 火鼠的安妮亞就是你在 五鼠連擊同等那邊 你不怕卡珠 主動機開下去絕對OK 再來是8C的部分 那邊也可以用安妮亞叫出一個比較好消的版面 因為他只有五鼠嘛 直接幫你盡心了 要消8C是相對容易 再來就是王關的話 要消五種屬性在對應的直行 你有安妮亞的話也不怕卡珠啦 那至於貝奇的話呢 就是在30級盾那邊可以避免夜長夢多 因為30級盾那邊會把你的暗珠附上虛之印記 那因為安妮亞昇華的關係啦 所以你的場上極有可能暗珠一大堆 那你如果回合拖太多的話 對 就有可能會GG 好 那這邊幫大家示範貝奇版本 你可以先看完再決定說 你要帶貝奇還是火屬安妮亞都可以 而且這邊隊員的免費配置五張喔 五張還是當前 四張啦 對不起 四張是當前取得的到的 然後再來小魔女這個應該是 應該應該應該 對啊還好吧 路邊打得到的東西 好 那我們就出發齁 如果我的隊伍跟龍科配置你有沒看清楚 可以按暫停稍微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安妮亞有帶到武裝 那剩下就帶蛋糕或者是章魚丸就可以了 好 來 地關這邊我們抓這個角色珠下來 然後 對 我們等一下就停在那個火焰地裡面 好 那因為這一隊沒有吃到家人的配置 沒有吃到家人的隊伍技 就是機值1.3倍跟進場減CD 所以這邊的話 主要輸出就是靠頭尾的安妮亞了這樣子 那角色珠我們就抓小魔女 好 那這邊的話手銷指定7C 我們就直接去正常轉齁 1 2 3 4 5 6 7 好 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話怎麼辦 就是在第一關稍微洗一下 反正他也不會那麼快打死你啦 然後你就等安妮亞跳起來 直接把牌豬吹下去也可以齁 好 來 第二關 好 第二關這邊一樣 我們就是抓著角色珠 然後因為 對 沒有吃到隊伍技已經算蠻慘了 所以這邊我們要盡量讓自己可以去吃到 然後直行的昇華劍齁 就是安妮亞的昇華 這一次的昇華是雙劍雙星 所以吃一下 總是比較保險 好 來 這邊就帶過去 來 接著第三關 好 第三關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抓角色珠下來 然後三回合送給他 好 來 接著我們就直接正常轉就好了 那這一回合過後 安妮亞會剛好跳起來 就剛好銜接二血的那個拼圖 雖然跟安妮亞沒什麼關係啦 但是二血的 對 二血的拼圖 我們等一下會用那個來解 就是安妮亞的龍科 安妮亞龍科打開 就剛好有那個 無視拼圖的選項齁 後來這邊就帶過去 好 那這邊的話就直接去把安妮亞打開 好 然後一樣角色珠抓著 啊 轉完的時候我們就直接去把龍科打開 用安妮亞的龍科來無視拼圖齁 對 那有觀眾問到說這一次昇華滿會不會送龍科 會 而且這一次是可以自選的齁 對 我記得我開直播第一天那時候就有選給大家看了嘛 好 那這邊就是直接去 呃 轉到七千分齁 然後龍科要帶到三個形狀一樣 這個要稍微注意一下 對 所以不要再問說為什麼你開了龍科沒辦法 無視拼圖齁 檢查一下這兩個點就可以了 我覺得這些都是學經驗啦 因為昨天在那個三豐災厄的影片那邊 也有人提到說 他打到王關才發現說 原來龍科要帶三個形狀一樣 這些可能對老手來說 老玩家來說算是蠻基本的東西 可是新手就是獲回過玩家 要稍微注意一下下齁 接著這邊的話 卡珠卡水珠 那我們就直接抓水的角色珠 然後紅綠燈去符合他 這邊要手消全部的水喔 阿尼沒消到也沒差啦 反正就是慢慢去把他帶走而已 這邊只是小怪也不用太擔心齁 好來這邊就直接錘過去 來接著來到第五關喔 那第五關這邊的話我們先把安尼亞關掉 然後我們點個全新版面出來好了 好然後就直接先一C送給他 好來接著這邊我們就是常態去新珠起手 然後把全部的火一坨消掉 好你消火就會有加C 所以左上角那個負面BUFF可以不用理他齁 你現在沒攻擊只是因為你消到火珠而已 那我就是要故意讓他沒攻擊 這樣子才不會 因為攻擊而拖了一堆時間 他這邊疲憊是讓你那個攻擊歸一 所以你還是會巴動攻擊很煩 他不是讓你完全的歸零齁 好那這邊就讓他五回合過就好了 好我們一樣新珠拖著 然後去把那個火珠一坨消掉 記得是一整坨消掉這樣比較安全齁 好來接著這邊的話我們就繼續把安尼亞打開 然後這一回合我們不要抓角色珠 我們就是直接去起手就好 然後不要消到火珠齁就疊 好OK 對然後轉直行吃昇華這個也很重要齁 好有沒有你看其實場上常態都是暗珠 所以如果對你帶的是另一隻安尼亞的話 第六關這邊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這樣子而已齁 好那你如果這邊帶的是貝奇的話 我們就先把小魔女開下去先揍他十五下 好來接著我們就把那個貝奇開下去 那開下去之後呢 我們就直接抓著角色珠去正常打就好了齁 好啊那個虛之印記就是不要消到五顆 對就是 讓他累積到十個虛之印記 不要讓他累積到十個虛之印記就好 我們把他拖到邊邊角角放好 好然後這邊就最後不要再按珠放手 就選別的珠子來放手 好你看我這邊還被天降弄到 累積到八顆虛之印記齁非常可怕 好不過沒事啦你只要不是到十就沒事齁 就跟那個毒物一樣你不要累積到百分之百都沒事 好來這邊就直接帶過去來接著二血的部分這邊是五屬連擊同等 好那你如果像我一樣卡珠怎麼辦 因為第一關你是一回殺的關係 你沒有被打到 所以這邊你是可以回避掉他第一下攻擊的 我們就稍微去綠珠一下 就把場上比較不必要的珠子消掉 你看像我現在場上比較不必要的就是暗跟星嘛 那我們就去把他消一消齁 哼哼沒想到還是繼續卡珠 好那沒關係啦就是我剛剛一開始有說的 你可以看完再決定你要帶什麼 你如果覺得這個貝奇真的會有危險的話 你就帶火屬安妮亞也OK 好那這邊的話呢我們就是把爸爸開下去 讓++9去追打五屬 然後直接去轉到五屬連擊同等齁 好然後按放手好了 好那我轉到連擊同等基本上也是可以直接送過去 好安妮亞會打穿出去所以不用擔心齁 OK 好那你如果還是怕傷害不夠的話 可以補個龍科下去啦這個也OK 就是看完再決定 好來接著這邊的話我們不要去手銷到那個水珠 對其實也是因為 對可能有些玩家真的比較繁忙的關係啊 或者是說想要省石頭 這個都可以理解 所以沒有拿到10抽卡的爸媽 沒有辦法參考我第一時間發的那一步攻略 所以我們才努力幫大家再去想一個更平民的配置 都是免費卡齁 對那要平民當然就是有一些代價 就是例如說難度會增加啊 或者是比較吃手轉 這個都是很常見的齁 好來接著這邊我們去手銷全部的水珠 好OK 好來這邊就直接帶過去 來接著來到第八關齁 那第八關這邊是浪費生命盾 你就是一直去轉隊六康他就會自己自殘死掉 那你如果覺得這個要轉四回合真的有點久 你就先把安妮亞關掉沒關係齁 好那這邊就是轉隊六康 角色珠抓下來然後停在紅燈 轉隊六康他就會自己自殘死掉了 好那這邊他每回合鎖定的可能一樣也可能不一樣啦 你就看他抓哪一隻你就去把他轉隊這樣就好了 好那至於6C怎麼轉 你可以像我畫面上一樣 就是半邊先把他轉滿 然後另外半邊再隨便找1C 這樣就是6C了齁 好那這邊這個動作要做4次 1 我們就先以半邊為主這樣子 3 4 5 好然後另外半邊再隨便找1C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考而生耐心啦 安妮有兩次失誤空間 他是越扣越強 初始25再來50 最後就100了 好那接著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繼續去轉 那等一下二血我們會把安妮亞補下去啦 你要提前補也OK齁 反正已經最後一回合了 好那一樣去轉隊6C 就好了 等一下二血是石化盾 那安妮亞開著 敵人防禦就會變0 所以敵方的防禦不會因為石化而上升 好這樣講也不太對啦 敵方防禦會因為石化上升 但是我們安妮亞又把他鬼靈了 好來接著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去角色珠抓著牌 然後一樣齁就是吃個昇華劍 好OK 這樣子好按放手 好他沒有一回合帶走沒差 反正就是再多花一回合這樣而已 那個小事齁 好來第9關 好第9關這邊的話隱身 我們就直接小魔女送給他 好讓他先現行 來接著這邊三回合內帶走就好 你可能會想說三回合怎麼可能 他CD2中毒在家打過來不就死了嗎 好不要忘記喔 第1下是可以回避掉的 所以這邊就是 慢慢去把他送走就好 好你如果發現版面上沒有八康的時候怎麼辦 就是先去U轉 然後控一下版面齁 所謂U轉是什麼 就是這個東西 還記得吧 這個是新手時期大家都經歷過的 好 好 好啊一樣沒有一波帶走沒差 反正我剛剛有講 三回合內有去把他送掉就好了 好來接著王一 好王一這邊的話 很重要 第一件事情 還記得吧 指定核心齁 左上角先點左邊再點右邊 然後再來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去排隊他這個 跳彈 對他就是跳彈啦 那個水光火暗幕照順序排在對應的直行齁 好來這邊水光火暗 好啊記得不要超出到別的直行齁 啊然後那個加護珠全部消掉是可以的 對 所謂超出到別的直行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不能把屬性轉到T字啊 你轉到T字的話連到別的直行 這樣子就GG了齁 好來接著這邊就進到二血 好那二血這邊的話呢 他會有一個復銷重置加鎖技 我們就先解鎖 好然後把招式開一開 好那這邊的話稍微講一下 安妮亞補下去 好稍微講一下敵技的意思就是 他屬性珠就是只能消兩組而已 那新珠沒有在這個範圍內 然後一樣你要攻擊要留一顆加護珠下來 好那因為屬性珠只能消兩組啊 所以我們常態就是以消暗珠為主 那你剩下要疊或是幹嘛都可以 你要記得不要就是不小心再去多消到一組屬性珠 不然就會攻虧一虧很可惜喔 好那這邊我就按放手了齁 好啊一樣你覺得傷害可能有點不夠的話就把龍科補下去 然後最後這邊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在上一部影片有講到就是 要轉到全體攻擊喔 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點 你如果單體的話就沒有辦法打穿出去了 好啦那以上這邊的話就是 安妮亞隊員全部免費過四風災二 給各位做一個參考喔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拜託